好 直播觀眾請先帶您關注台北市長選戰最新消息 今天上午陳時中是來到了文化總會這邊來參觀香港展 他說參展之後呢也讓他了解到對於自由民主的堅持的重要性 不過其實最近最大議題就是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林志堅的論文爭議 被台大昨天判定是抄襲 那這是否會讓桃園的選情林志堅選情沿動到台北陳時中的部分呢 那因為陳時中過去也說林志堅是他的盟友 那是否還是盟友呢 那另外台北市長何文哲上午也說啊 用一個字來形容你之前的論文案就是Ugly 醜陋 對此誠之中有所回應 一起來聽 林志堅還是我的盟友 這仍然沒有變 那第二個在學論上面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要在體制內去解決 所以任何人在這個時候一定要來扣帽子 我覺得都沒有意義 那是一個體制上的問題 那自有攻斷 要把這事情形容做Ugly 應該要清楚的講到哪個地方是醜陋了 當然在文上面 在學論上面要被討論 那是在學論上面被討論 但是用泛泛的一句話 來醜化 他說Ugly就是在醜化 用醜化的事情來看到一個體制爭論的事情 我想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明亮陳時中強調說 不是用一個泛泛的形容詞 其實就來說這整件事是醜陋的 他要柯文哲說出說到底是哪裡醜陋 不過其實因為像是 有時候是會一致向前的 於是要這場最新情形 把時間盡頭交換給你祖國喔